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汉语水平考试HSK四集内容 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书写的第一部分内容 要求我们完成句子 在这一部分内容它会给你几个成分几个词或者短语 它是打乱顺序的 要求我们排列出正确的完整的句子 今天我们要练习两道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我们看这五个成分 第一,快点儿 经理 我 交总结 让 我们之前说过,做这样的题 我们首先要找到比较重要的词或者是关键词 能够让你想到这个词,想到这个语法点或者是固定的句子结构的 这个我们会很快很迅速地排列出那个句子 好,我们看这个第一道题 那D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就是这个让 我们学过的这个让 那A让B做什么什么 对吧 A让B,然后动词 然后其他成分,名词都可以 那我们首先要找到两个人 一个是经理 我 或者是经理让我 或者是我让经理 对吧 那干什么呢 一个是交总结 那肯定是工作总结 那一定是经理让我 不可能是我让经理交总结 对吧 好,那我们先排列出部分的 非常确定的完整的句子 通顺的句子 经理让我交总结 交工作总结 工作报告 对吧 那还有一个词 快点 副词 放在动词的前面 所以快点交总结 那所以完整的句子就是 经理让我快点交总结 A让B经理让我 我们刚才说了交总结 对吧 怎么样交往快点 好 那这个完整的句子 我们就排列出来了 因为它的关键词是这个让 好 我们再看第二题 怎么能不能我回来 好 那读完这个我们看主语那肯定是我了 对吧 还有一个词 怎么能 它是反问句的用法 所以这个是考察我们反问句的这个句子的顺序 那怎么能什么什么呢 是固定的 一个头一个尾 那主语又是我 那我怎么能什么什么呢 部分的这个句子的顺序已经出来了 对吧 那我怎么能动词回来 我怎么能回来呢 其实是可以 但是它还有一个否定词 否定词不 放在动词前面对吧 所以不回来 那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那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一定会回来 是反问句表肯定的 好 我们看这个顺序就出来了 关键词就是这个怎么能反问句的用法 主语又我 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怎么能什么呢 是固定搭配 好 那这两个句子呢 有一个共性 就是找到这个关键词 找到这个词的相关的语法的用法 然后能马上帮我们判断出这个句子的顺序 好 比如说第一个是让 第二个是怎么能什么什么呢 好 那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答题思路 你明白了吗